再看后面这一条 无主 主是执着 无执着之念 我们讲念头 心于一切法 决定没有执着的念头 这叫无主 如金刚金月 无有电法 明阿六道路三秒三菩提 又无有电法如来可受 金刚金人说的 那佛 根据什么道理说法 我们要知道 佛所根据的二弟 弟 是真实的意思 实实在在 那一个是苏弟 大家认为是真的 认为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 你以为他是真的 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 众生才懂啊 才欢喜啊 才愿意接受啊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众生不喜欢 不愿意接受 那就不要讲了 所以佛说法 一定要顺众生 顺众生的念头 所以顺众生的希求 顺众生的愿望 所以众生的爱护 先跟他建立这个关系 然后慢慢再引导他 引导他 佛给他讲真的 不是凡夫之见 夫知夫见 那佛所见到的 佛所知道的 真的 诸法实相 众生知道的 是诸法幻象 假象 不是真相 所以世尊教训 你看看 他49年 夜深教训 前面二十年 讲阿罕 讲放灯 阿罕讲了十二年 放灯讲八年 这是什么呢 多分 随身素敌 少分 随身真地 随身真地 偶尔 说几句 随身世素敌 说得很多 说得很详细 为什么 为什么 六道 众生 认假 不认真 知识而迷离 对四肢之者 离不知道 是一个佛说法 帮助他 帮助他 破灭开悟 半小时 适合他的程度 跟他讲 伦理道的 因果 讲这些经论 他学了之后 可以改善他的 妄想 改善他的 错误观念 帮助他 断我修现 帮助他 积功雷德 帮助他 来生 不论三五道 生三三道 这是佛陀教育的 第一个阶段 小学是阿罕 中学是放等 放等以后 是踏实 讲伯若 伯若讲了 二十二年 后面 佛讲 法华 涅槃 法华涅槃 讲了八年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世家福 一身教训 我们不要忘记 在华言 法华为 将死众无碍了 将死众无碍了 那么这一部经 正式如来 正式如来 四离无碍 四肆无碍的法经 更华言 平等 更法华 平等 这个经 不思一尽 里面所宣说的 圣神之法 那么圣神之法 懂不懂 没关系 关系在放下 果然真正的放下 不懂 听佛说的 佛 哪有 往日 佛不信 我们还信谁 这是什么 这个人 善根 善和我 这个人有福德了 信佛的人 有善根 有福德 而且呢 一定会遇到 好机会 机会是缘分 利苦得落的机会 破灭开悟的机会 往生成佛的机会 那叫音乐 真正念佛人 真正开过人 真正依教奉心的人 善根 佛得应允 他常年 都在增长 都在向上提升 这四五障碍 逐渐渐 逐渐与他相应 我们再看 底下的两个字 无助 没有执着的念头 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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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素 无有电法 名阿鲁多罗三秒三 无上不提 无上 正等正就 为什么 关键呢 则会不会 如果会 一切法 皆是 无上 正等正就 不会等 华言 法华 精干 都不是 那 关键 在会 那 是 何有过 为什么 如来 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舍 非法 非非法 这个是以真谛说的 前面跟诸一讲的 十二年讲 八年 讲 放弹 二十二年 讲 薄弱 最后八年 讲 放华 总共 八十年 中国人算 十岁 八十年 外国人讲 十四年 四十九年 中国人讲 八十年 都没讲错 那是 那是 那是佛 在说法了 精干 净 这一句 如来 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取 为什么 非法 非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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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真的 啊 换一句话说 不能说 他说法 也不能说他 没有说法 说了四十九年 从真地上来说 四十九年 没有说 一个字 从真地上讲 从俗地上讲 四十九年 所说的 一切法 一切法 谢谢观看